在練習的過程中,要用兩個工具 第一,要對鏡練習 看著鏡子看著自己一邊唱歌時 你的嘴、面容和身體在做甚麼是重要的 第二,用一個影片和自己拍一下 一邊看的時候,一邊把你的歌詞放在旁邊,一邊記錄 發覺那裡有甚麼不對勁,馬上記錄那裡是錯了 或者是可以更好,然後就記錄兩樣東西 一,好不好聽,二,好不好看 每一個歌手應該會知道自己有 Chess voice 是甚麼聲音 然後說話聲是中間聲 到頭聲的時候,你們應該會知道 就是頭聲,對吧? 當你知道這三個位置在哪的時候 就請你盡快去連結他們 由低至高度低 就是… 你中間會聽到一些東西,可能會突然… 突然有一個結束,是甚麼來的? 原來我們每個人的聲音都有兩個聲音 聲音就是當你Chess voice和Speaking voice中間有一個聲音 Speaking voice和Head voice中間有一個聲音 很多時候,為甚麼你唱不到高音? 就是因為你這個聲音是像一把鎖一樣 扭不開門,而不能衝過去 那麼這個聲音就是我們天生的 所以其實我們唱到幾個高音呢? 不是決定我們究竟是Soprano、Metzal、Tenor還是Bass 不是,我們的聲音是在哪裏才是 把A,E,I,O,U放在一起 大約你可以任何一個聲音 M又可以,L又可以,會變成 Mamemimomu,Mamemimomu 其實當你I,O,U的時候 是要順和練的 因為你整齊電影是一口氣 做完五粒字的時候 你就確定當那些包在鑽的時候 你都可以很順地,沒有東西卡住地去 如果大家都想參加第二輪工作坊 就要報名天下華人唱出好詩歌大賽 截止日期是12月27日